海苔肉鬆蛋卷 外表相當的漂亮喔 玉子燒蛋液的比例 包了海苔跟這個肉鬆 大人小孩又哪一個不愛的 歡迎收看 《跟我一起這樣煮》 大家好 我是Jerry昆王 今天呢 要來教大家做一道 比玉子燒還好吃的 海苔肉鬆蛋卷 怎麼說這個比玉子燒還好吃呢 我會用玉子燒蛋液的比例 然後再去捲我們今天的這個肉鬆 大人小孩又哪一個不愛的 看我來怎麼做吧 首先呢 我們準備了五顆蛋 先把它攪拌成蛋液 拌成蛋液之後呢 很重要的一步 它需要過篩 過濾完呢 可以去掉一些蛋膜 跟一些蛋清 會影響你今天做這個蛋 比較不需要的東西 為了讓這個蛋呢 吃起來更滑嫩 更有水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會補進來一點高湯 再加入一點味醂 做一個甜度的一個調整 正常呢 這個味醂的說法 應該叫味蘭 相信你自己打字 就打得出來了 醬油的部分 也是做一個鹹度的調整 一樣把它做一個 拌勻過篩的動作 這樣呢就得到了 我們來做蛋捲的蛋液了 接下來呢 我們就準備來煎我們的蛋吧 準備一個平底鍋來熱鍋 那為什麼一定要用平底鍋呢 因為平底鍋它的一個尺寸比較大 煎出來的這個蛋皮呢 也會比較大張也比較好 薄 熱鍋之後呢 來上一點油 那因為我們今天用的是不沾鍋 所以你的油量呢 可以不用太多 鍋子給它潤一下 讓我們每一個角落呢 都可以吃到油 接著呢 我們就把我們的蛋液放進來 那這邊一個小小的訣竅 蛋呢 用筷子 給它左右攪拌 左右攪拌 給它煎到大概 六七分熟的程度 還可以保有一點滑嫩的蛋液的感覺 鍋中有一些小氣泡 就把它搓開 搓開 可以看到我們的這個蛋呢 已經沒有黏在鍋子上囉 它已經開始跑囉 這個時候 旁邊準備一個竹簾 把我們的這個半熟的蛋皮 給它拿下來 可以看到它的表面呢 其實還是有一種 微凝固的一個蛋液狀喔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海苔鋪上去 建議可以鋪兩張 因為它裡面有水分喔 多一點呢 比較好去吸附它一個水分 所以兩張是就是 不要交疊在一起 第二張往下來 對 因為它的面積會比較淡 再來呢 我們就把肉鬆放上來 中間一排 讓它比較緊實一點 接下來呢 我們的動作呢 就會跟做壽司一樣喔 海苔呢 先折過去 跟著我們的蛋 慢慢的去捲動它 那記得前面這一端呢 幫我留一小段的一個蛋 半凝固的蛋液剛好 可以做一個接著 這邊呢 我們再把它捆回來 之後一旁呢 我們用這個橡皮筋 來把它固定 放到冰箱 就可以來做切片成盤囉 海苔肉鬆蛋卷呢 已經放涼定型囉 我們剛剛呢 是利用這個半熟蛋 裡面還有一點熱度 所以它慢慢的熟化 去做一個定型 這邊呢 我們可以慢慢打開 你看 因為我們是用壽司的鹽下去捲 它除了煎過的一個顏色之外呢 它還會多了一個竹簾的一個造型 這個就是我們在餐廳呢 也會去做到的一種技巧 接下來呢 我們就準備來切片了 接著呢 就把我們切好的海苔肉鬆蛋卷 準備來把它盛盤吧 那我們今天的這一道 海苔肉鬆蛋卷 你學會了嗎 你看 外表相當的漂亮喔 裡頭呢 它的這個蛋呢 又是以我們這個玉子燒的比例下去調製的 包了海苔跟這個肉鬆 完全中了大朋友跟小朋友的心 這一道呢 不管你單吃點心 帶便當 這樣隨便一搞 不得了 這邊呢 我再跟大家複習幾個重點 我們的蛋液呢 調整完之後 一定要過濾 在煎的同時呢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筷子有沒有 攪拌到我們的蛋液呢 大概是六七分熟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倒出來 然後搭配我們的海苔跟肉鬆 捲起來變成這麼漂亮的一個 海苔肉鬆蛋卷 如果說這一道菜呢 你還有什麼想吃到的 歡迎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是Jelly昆豪 這一道菜 希望你會喜歡